在战场上,机枪的射速快,威力大,能够对敌方火力的和集群目标形成压制,作用非常关键。 那为什么在战场上,不是每一个士兵都配一把呢? 第一艇机枪出现的时候,士兵们就见识了他的威力,一分钟可打600发子弹,这样的高输出令当时的士兵们十分开心,但要架好一艇机枪,在当时需要三个人,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。 如果那个时候人手一艇机枪,那就会出现,所有士兵都趴在地上用机枪扫射。 如果对面进行的是冲锋那还好说,如果对面高处有几个狙击手,那么这种全员机枪的方法,就会导致大量死亡。 从第一艇机枪的诞生到现在,很多机枪的重量都减轻了不少,但相当于别的枪,机枪还是很重。 每个士兵都被一艇机枪,只会压大他们的负重,而且机枪需要带的不只是一个机枪就可以了,他们还要带三比四个的弹骨,甚至还有弹药箱。 这个子弹可比别的枪的弹加重多了,你想想在第一代的机枪一分钟,就可以打600发子弹,那何况现在呢? 打低多,子弹消耗的就快,士兵所带的子弹带就要增多。这么多重量的压制,可能会导致士兵们的身体承受不了,更何况一人一挺机枪了,可能还没到打仗的地方,士兵们就全部都累趴了。 机枪手这种大量的输出,只需要建立在别人的保护下才可进行的。如果每人能使用机枪,那么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,只能被敌方军队挨打。 机枪手的输出是需要步枪手的保护,与步枪手的高度配合会更好地完成这场胜利的战斗。战场上不是哪个武器威力大,就使用哪个武器,而是灵活地运用每个武器,将它们的优点发挥到极致,不同的武器与不同的武器的高度的配合,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。